他是罕见的一代圣主 魏征曾提议要杀他 他选择了宽恕 李思行给他喝过毒酒 他选择了宽恕 赵德言破坏他的微信 强制拘留他的特使 他也选择了宽恕 就连坐在他两侧的大臣 也有一半曾是他的敌人 但就是这样一位内心强大的老板 碰到魏征这样的员工 也差点hold不住了 按理说 李世民不弄死魏征 又委以重任 魏征不说磕头如捣蒜 夹起尾巴做人 但也不至于出趟公差 说他出使河北魏征解忧 一般人结茬呢 肯定会说魏陛下解忧 是臣子的本分之类的话 可魏征偏不 当然 李世民夸他有功 当然 李老板都愣住了 你是不是想死啊 当然 看魏征就要上天 一旁的长孙无忌和杜如慧都想吹他 不过呢 虽说魏征这样的人 怼起人来很个影 可一旦夸起人来 那也是不得了 这通高端的马屁 让李世民由内而外 感到极度舒适 但李世民呢 也不傻 你老为这会儿马屁拍的响亮 刚才跟我当然来当然去的 是不是太过分了 我堂堂皇帝不要fast吗 我说了几个当然 陛下就听不过去了 那么比当然更难听的 陛下是不是就无法容忍了 那么陛下还怎么去听别人的谏言 听不进别人的谏言 陛下要怎样治理国家呢 李世民一听 有道理 封你个建议大夫吧 以后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现在是百废待兴啊 李世民这个决定啊 给大唐种下了福音 但却给自己挖了大坑 往后几十年 这个魏征将一次次挑战他的心理防线 以至于他好几次都差点让魏征领了盒饭 毕竟人性都是喜欢被表扬 不喜欢被批评 眼下魏征开了个头 别人一看 怪怪 批评领导还能被表扬 于是就跟风效仿 而这其中呢 有个别胆大的实在离谱 离谱到满朝大臣都为李世民鸣不平 纷纷要求杀掉此人 这个我们下期再聊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一波关注点赞评论转发 你的支持是古道持久的动力